對 當然國民黨要談改革 很多人都希望說 改革立竿建議 比如說你把吳思懷拿掉 好像就立刻有改革 另外一個現在有人在談說 你把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拿掉 會不會我們就寫著說 我們變成說台灣國民黨 或是直接叫國民黨 是不是未來 我們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比較不那麼親中 比較符合現在台灣的主流民意 像陳學勝委員說 民進黨沒在黨名家台灣 大家一樣認為是本土政黨 可以證明有沒有這兩個字 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黨的內涵 林一華委員說 改黨名義需要討論 重點還是黨的體質內涵 大家都認為說 叫什麼不重要 重點是內涵 但然後你看王宏委員他也說 2016年的時候講說 改 如果蔡英文勝選 我現在改叫蔡英文 難道我就會變成總統嗎 對 過去其實都曾經有喊過 要改名詞 從2000年 2004年 2016年 結果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選輸了 當然就是說要不要改名字 對 改個名字 但問題是 你沒有改掉這個黨的內涵 它的本質的話 請問改了名字又有什麼用呢 來 有志 我不會因為改了名字叫徐甫 我現在站在那邊當主持人 不是你已經是主持人了 你有主持綁播節目 我覺得這個 這有這個什麼心態 你知道叫失敗主義者的那種心態 就是你什麼東西 就先從那小的東西 先去找戰犯 因為大的東西不敢碰 主席的問題不敢碰 中常委問題不敢碰 五四萬問題不敢碰 我先搞這些小的 拿那個東西大家先炒一輪 先不要炒我們的 大的是 對 大的是這個 其他 這個才是最大的 從名字 我想這個你不覺得 宋朝那個清談跟玄學 大的事情都沒話說 開始泡出一個議題之後 做了幾個 怎麼大學士 就開始泡著茶 按照這個我認為 可能是關風向 我靠 就開始來了 清談玄學 就造成了整個宋朝的滅亡 現在國民黨不是在搞這個 大的事情都沒話說 一拿出吳斯外 不碰 拿出吳敦義 交給我辭職 其他的現在講一下國民 黨名 改個名字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對一個人 真的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直接再舉個例子 一個老闆 如果因為公司生意不好 開始想說要改名字 開始說要去搬風水 開始說他要把公司的名字 哪一個加個什麼 撿個什麼 我跟你講 趕快離職 這個老闆沒救了 他應該要想的是 我要怎麼改變 公司的業務方向 我的客戶要從哪裡找 我幾個客戶應該留下來 沒錯吧 做個頭髮人 我講有沒有錯 還是你說認為那些 馬上把公司的名字改掉 那種老闆是礦市英雄 還是說趕快把家裡面的 公司老闆的辦公桌移點 然後水足箱搬到哪邊去 那種老闆會歷經圖治 一定是把前面那種業務方向 調整好那種老闆才會 現在國民黨全部在幹這種事情 名字的 然後該談的不談 然後開始在那邊喬 開始在那邊搜 吳隊一那邊開始到處找人家 拜託再給我一點生機 再給我一點機會 再給我一點時間 黃復興的 我們大家一起 明天我們到黨中央來 聲援吳思懷 至於黨到底要怎麼活下去 關我什麼事 明天到黨中央的這群 黃埔軍校的人 各位伯伯不好意思 有志真的 減理會也減理會 我不該要講那麼重的話 但是你們就是貪心跟自私 你們要把整個黨跟大方向 跟台灣的價值放在裡頭 還是你只是在看 你自己的未來而已 你到黨中央前面去聲援 軍系立委 剛剛給你們看到字眼是這樣 我們要聲援 我們唯一的軍系立委 所有的人要不要每個行業 都來一下 肯定讓你做什麼的 會計的嗎 我要不要來每個會計立委 我們媒體人 為什麼國民黨你們沒有媒體立委 為什麼你們沒有一個 那個什麼業務立委 大家全部都來一個 所有各行各業 百工百業 全部都要一個立委 拜託 立委再加到500個 軍系立委不會因為你有了 你們軍人就光榮了 立法院有國防外交委員會 總共有專業立委 一個實在力量 那麼清楚的角色在那邊 選了一個每天在那邊喊的國防 真的就有用了嗎 洪池庸做了什麼 他因為他弟弟上去 有填了國防外交委員會嗎 有去做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嗎 也沒有 所以喊的正天尬想 真的會做事嗎 我真的覺得體質才是重要的 未來國民黨的改變 是在你們的決心 可是徐姐 你不覺得我們討論到現在 聽到的都是那種 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 改名字了 無事物來不能下來 我們要去把它弄下來 吳敦義我現在在弄這個 我沒有看到這個黨 有任何大破大力的可能 還在輸了之後 還在罵別人 民進黨如何 可惡 你們這樣好壞蛋 And then 我再問一次 And then 不要再去講那些了 你們現在輸了 就是輸了 你不要再告訴我 我輸的原因是因為 Stop 可以嗎 可以停了嗎 我輸的原因是 我真的不想聽 你告訴我輸了以後要怎麼做 接下來要做什麼 黃富星你還要再到黨 中央前面去亂嗎 如果你這樣繼續亂下去 我就是看不起你們 你們國民黨永遠都葬送 在石流的洪流裡面 永遠都爬不起來 我跟你講改名字不會是大事 對 這改名字是不是大事 真的改了會變比較好嗎 但是我們來看到 民進黨在講說 他的兩岸論述 大家都覺得過去就怎麼當是台獨 可是剛剛委員又講到 這幾十年來 其實也有眼鏡的 包括民進黨兩岸論述 原本一開始說的台獨黨綱 到慢慢慢慢看 台灣前途絕一文 然後慢慢再看到台灣共識 然後維持現狀 台灣價值到現在 這次喊出來的中華民國台灣 的確贏得了817萬人的認同 我們看到民進黨 大家講說他的台獨的理念 他是一直一直在修正 在跟民意來接觸的 我們剛才講到說 改一些名字 改一些什麼其他的 真正的你的兩岸論述 你的未來 應該怎麼樣去跟大陸 保持什麼樣的關係 是不是一直抱著九二共識 我們現在輝文哥 對 對 我講一下好嗎 謝謝 我最擔心就是許甫剛剛講的 大家剛剛聽到許智傑委員講的 通通按鈕把他刪除掉就對了 許甫委員實在是太可怕了 為什麼 我講幾次啊 等我一下 國民黨青年要求下下九二共識 問了幾個青年 問了三個人 要求 自由時報這麼關心國民黨 這叫寡男假修金 這是假的 只問了三個人 三個人代表國民黨青年好好笑 這次問九個人 國民黨黨名拿掉中國 自由時報在做什麼 在做如果是講的 Agent setting 趁你病要你命 現在怎麼會去上自由時報的檔 我就沒辦法 所以我剛剛講 許智傑委員講的 我都不認同 你聽我講的 我講的才是對的 休點是1月2號 待會就要講 待會講你不要急 你剛才講很多次 我說一次就好 我一點點說一次而已 你拜託的 六月的時候反送中 十一月不分區 其實有很多應變的時間 國民黨沒有做 這個不怪許智傑 我要罵他在後面 蔡總統連任我恭喜他 我發自內心恭喜他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連任 他不是統獨公投 他也不是九二共識公投 你為什麼要去用 我們是選總統 不是做這個 他現在就贏的時候 他贏還要贏 他用這個選票的聲音去解釋 在統獨 中華民國 台灣什麼 誰告訴你的 選票上有贏那個嗎 選票上是贏總統候選人 宋楚瑜 韓國瑜跟蔡英文 你選哪一個而已 你怎麼去解釋這麼多意思 你調入許智傑的線 我贏 我就所有解釋 因為Winner Test All 我要學友誌講英文 贏者全拿 對 我要講什麼都對 所以我剛剛沒有插許委員 你講話 現在換我講的時候我跟你講 他講的我都不認同 雖然選舉輸的輸就知道 輸就沒關係 我贏了我什麼都對 我就中華民國 台灣什麼 國民黨也靠過來 國民黨靠過去就完蛋了 沒有中華民國 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 國民就是中華民國 蔡英文你贏了 我連任我恭喜你 但是不表示中華民國 台灣是所有人的共識 選舉不是這樣子 所以許委員我很抱歉 你贏爽沒關係 不過爽會退 拚敗不就落屁會久 你將來還是得解釋說 2022的選舉 2022設選 他還有選舉 如果下次國民黨候選人回來 贏的時候那怎麼辦 那疫情那時候你再邀請我 我再把民進黨罵一頓嗎 我不是那種人 所以不要贏了 就是什麼都對 這樣可以嗎 撩住了 可以 你的意見可以 對啦 不是 你選舉嘛 我們是選理委 選總統 不是要選兩岸的路線 你這樣解釋有更嚴重嗎 不是啦 我再補償 不好意思 來 妳說來 我剛才說完這 就是說美中貿易戰會持續 因為中國想當世界老大 美國當然不可能 所以有師兄也提到說 換了川普如果當不當選 會不會影響美中貿易戰 會不會持續 事實上美國的智庫裡面研判 他們美中貿易戰 是會持續下去的 我提到這個圖 其實也不是說 絕對的就是表達九二共同 我提的就是說蔡英文 就是在中間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民眾對他兩岸的 意見的滿意度 這是民意 是科學 不是我一個人講的 然後他也不是全部是多數人 我能講的是這樣子 所以多數人對於現在蔡英文的 兩岸政策的論述 是比較持肯定的意見的 現在當然你說552要不要尊重 也要尊重 你今天雖然有817的多數人 會比較滿意蔡英文的兩岸論述 但是還是552的我們還是要尊重 所以我在講說 那個就是要找一個平衡點 其實我們的國民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是蔡英文 現在的稱呼 我們不是要改國民 我們是現在這是一個稱呼 蔡英文說出這個話 也是一個稱呼 包括以前講經國時代 他也是講中華民國台灣話 他也是有這樣子一個論點跟論述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說的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大家兩岸的論述 如果說真的是我們可以反共 我們不反中 反共就是反共產集權 其實我在坊間在走 事實上很多國民黨 是可以接受我這種講法 我們可以慢慢的去找平衡點 不要說你說的對或我說的對 其實大家都有各自表述的意見 那都是好事 但是最後我們慢慢去找共識 也許像美國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沒有一定的是兩岸的國家 這樣一個衝突的問題 反而是去衝內政 衝經濟 是 我一句話會回應 就是說你選前把人家抹紅到這樣 然後選後說我們要找公司 這樣實在有比較糟糕 你選前下毒手 選後要手牽手 我選前選後都說要找公司 你沒有 選前是怎麼抹紅的 蔡總統說如果韓國瑜當選 台灣就一步一步的香港化 蔡總統說如果吳世外進立法院 那些法案就給吳世外審 抹紅的人是誰 是民進黨跟蔡英文 撕裂是你們 然後選後說我們要團結在一起 我們要抱在一起 我跟他不認 這樣對 你選前下毒手 選後說我們要手牽手 這樣吃人夠夠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先進一段廣告 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 解決吧 解決啦 解決啦